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下这张孤独的照片 戴妃的坐姿优雅标准 她的笑容令人心酸 凯特王妃为了了却丈夫威廉王子的遗憾 夫妇俩时隔三十年来 太基灵留下了这张合影 那天正好是他们的五周年纪念日 凯特王妃的坐姿极为的优雅 凯特王妃出众的穿衣风格 亲民的性格 让她成为了新的皇室代言人之一 她以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教养 赢得了皇室成员的认可 凯特王妃的坐姿 无疑是最正式 最传统的 符合王室礼仪风格 而专家评论剑桥公爵夫人 是王室坐姿中最优雅的 给予了最大的肯定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梅根王妃 出席公开活动的合影 梅根是王室成员年轻一辈中 唯一一位收到女王邀请 与英国女王共同乘坐女王专列前往乡间度假 这是戴安娜王妃从未享受到的待遇 但梅根汉的坐姿就被媒体盯上了 跟女王标准的坐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皇家空军百年庆典上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甜蜜对视合影 梅根坐姿越发优雅 他受英国王室熏陶 变化真的很大 气质有了很大的改变 祝 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talent